新經濟時間來看到 黃仁勳也透露要在台灣 設置第二座的研發中心 有九個縣市首長 都頻頻跟他招手 究竟哪裡有機會呢 舒凱 確實 我們知道現在黃仁勳 可以說是點石成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預計第二座的AI中心 是要超過243億元的一個投資 而且會雇用簽名的工程師 這樣會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看到九個縣市 現在都希望可以選我選我的 一個情況 包括了台北市 還有桃園市的市長 其實都已經出來表示說 選我們就是最佳的一個抉擇 那再來包括了台南的部分 也喊出了說 我們有沙輪科技園區 還有南科的部分 這些誘因 所以也希望可以選他們 不過新竹縣這邊已經跳出來了 縣長楊文科表示 有接貨消息 說是黃仁勳私底下 來透過管道接觸 希望可以在台積電附近來設廠 不過反正現在就是九個縣市 都希望可以來爭取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再來看到經濟部的態度又是如何 他們當然是表現出樂見其成 而且希望可以加碼投資 也表示會協助排除各種障礙 希望可以順利的讓這個新的廠來落地 那當然會帶來不少的好處 我們可以看到大廠進駐之後 產業的聚合力在就業消費力也在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會僱用千名的工程師 至少就有一千個家庭有可能到這裡來 再來還有人口的群聚力 所以預估房地產也會來飆升 應該會掀起兩到三成的一個漲幅 不過到底會講落誰瞎 現在經濟部長 其實他在立院備詢的時候 好像已經語透玄機了 帶您來看 會打會自己選擇 但是以剛才委員您的這個指教 他應該會選擇 選擇你想要他去的地方 好 這個是很有一個非常 已經有非常這個暗示性 也明示性的一個回答 的一個答案 好 我們就期待 回答就落在我高雄投資 也建立起台灣 第二的半達產業的產業園區 是說他可能會落腳高雄 是這樣子嗎 我是沒有直接聽到他 說落腳高雄 但是我大概感覺是這個樣子 還有台積電的股東會 新任的董事長魏哲嘉 談到了立原政治的挑戰 要如何因應呢 舒涵 好 確實帶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魏哲嘉新接任 所以也看到在股東會上 有很多比較關鍵的議題 也希望他能夠來表態 包括了地緣政治的部分 供應鏈的整個局勢 還有AI產品的未來佈局 而針對了地緣政治風險的部分 其實魏哲嘉也是滿明顯的來表態了 就被問到的是如果兩岸衝突 那客戶是否會要求 他們把產品移到美國 那麼魏哲嘉其實也滿坦白 他表示說確實討論過 但是要全部的移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台積電的產能 80%到90%都在台灣 而且設廠的成本又非常的高 而且你不只是把這個廠移過去而已 你到那個地方還要有人力給你使用 如果在美國的話 美國勞工這個意識是非常高漲 能不能維持同樣的一個效能 那就很難講了 所以只要受到影響的話 不只是台積電 或者是整個半導體產業 其實所有的產業都會受到衝擊 我們也看到面對這個區域情勢的一個緊張 其實在這個回答執行長黃仁勳的部分 他是非常明顯的表態跟台灣的一個關係 他表示跟台灣工程師合作超過30年了 他們會繼續的合作下去 而其實他這種比較有利於台灣的談話 也引發了中國大陸的反彈 不少的網友甚至喊似乎說 應該要來抵制回答的部分 那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超微執行長蘇媽的態度 就是比較討好的一個狀況了 他表示和台灣的供應鏈 夥伴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但是他也強調另一方面 就是說不會放棄全球的一個佈局 當然也不會放棄中國大陸的市場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在AI巨頭上面 對這個兩岸的局勢 其實都有不同的表態 不過地緣政治的危機 是不是也推升了航運的航架呢 好 確實我們來看一下航運的價格 其實已經是往上來修 而且一個月之內就上修了兩次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了之前的鴻海危機 還有這個貨櫃市場的需求 強勁起來之後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上調了 全年的獲利預估 就剛剛提到的 一個月就上調了 兩次的一個狀況了 再來看到其他的貨櫃運輸業者 第一季獲利同樣都非常的強勁 當然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需求現在有提升了 整個需求有起來有改善 再來有需求運費 當然就要往上來走 當然獲利就非常的可觀了 到底台灣的貨運三雄 到底有沒有優勢存在 我們看到的是長榮海運 還有陽明以及萬海的部分 其實法人的態度都非常的正向 都表示說是正面來看待 貨櫃三雄的一個未來表現 尤其在本季跟下半年的一個部分 其實他們都是來做一個上修 而且是看好的一個情形 因為現在其實整個局勢 都是非常混亂的一個狀況 而且又缺貨櫃高運價 但是我們國內的貨運三雄 到底有什麼優勢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自由貨櫃 非常的多 所以這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再來就是他們有定價權 因為長約的比重比較低 所以他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再去跟別人溢價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有競爭力的一個情形 所以總計起來 下半年的話 航運三雄的表現是值得期待的狀況 除了以上重點之外 歡迎掃描旁邊的QR Code 下載我們的APP掌握資訊 以上今天提供給你新經濟